市區重建局星期五公佈 展開土瓜華碼頭圍道 落山道重建項目 地盤總年積達2122平方米 項目入面涉及碼頭圍道324號至354號 商號數字的樓宇 受影響的業權大約112個 預計受影響的住戶大約180戶 而地鋪商戶大約有20間戶受到影響 住省物業的自住業主 會獲發現金補償 這個計算是以 假設從置單位側面扭零的價值 即價作計算基礎 亦會有扭換扭選擇的安排 而住宅物業非自住的業主 他們會獲得物業的市值 另加一個適用的津貼 市建局就說 項目會以輕資本的形式 預計成本大約十多億 當局會議最貼市的價格去收購 你說賺定市 當時我們真的沒有水晶球 因為地產界有上有落 所以我剛才也說203334才會完成 所以這麼早我們也估計不到賺定市 市建局重申 項目仍然在規劃的階段 暫時沒有詳細決定 究竟是全部由市建屋負責 或是有合作的發展商 有發展商 項目仍然為那一位 跟一路 去 有發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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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